这有保密合约 各家疫苗采购价花多少 卫福部碍于保密条款不能说 但进入议场内 立委算给你看 我算起来平均一剂634块 高端最少800块 这是陈志忠在 当卫物部长亲口说的 所以如果算最便宜的800块的话 高端比平均价格贵了26% 看看公布的疫苗采购经费 截至9月30号为止 总共花了498亿元 其中435亿花在疫苗费 冷链物流配送等费用 剩下的则是施打作业费 疫情当前采购费用 卖方市场占上风 但重点是 钱到底有没有花在刀口上 消费疫苗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目前到9月份的时候 那总共的消费的技数是 差不多400万剂 含各种的疫苗 大概6% 其中高端疫苗因为施打 波罗预期销毁剂量 卫福部推估 11月份部分到期 累计上看170万剂 若以单季800多元推估 等于浪费超过10亿元 而对照国外 美国的部分的话 是已经介绍的是11.9% 美国11.9% 对 将近12 对 那另外德国是大约是3.6% 这个是比我们少一点 那加拿大的AZ是 销毁了购买量的一半以上 疫情延烧近三年 政府砸大钱 采购疫苗防疫 立愿预算审查 每一笔都得算仔细 金新闻 欧亚厅洪伟涛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